白永恩神父基金会在南回四乡服务满四年了 主要是照顾部落身心障碍者 希望让他们有机会走进群体生活以及社会 而在这当中 基金会也致力用在地人来提供在地服务 让服务能够更及时与贴切 白永恩神父基金会在南回四乡服务满十年 主要照顾部落身心障碍者 希望让他们有机会走进群体生活及社会 而为了让身心障碍者与落实家庭 重拾应有的基本生活 基金会致力于用在地人提供在地服务 让服务及语言沟通上能更及时与贴切 我们基金会在这里十年 我们除了服务身心障碍者及他们的家庭外 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我们培训了在地的妇女 还有最近这几年培训在地的年轻人 一起来加入我们的服务行列 让我们的服务可以永续地在部落里面 再来就是我们的服务是可及性的 然后又很接地气的 就是很在地化的服务 而在今轮友善工方 身心障碍者透过课程辅导 拥有一技之长 能烤出美味鸡蛋糕 但基金会希望这样的美味能走进部落每个角落 分享给更多乡亲之外 也希望乡亲能看见部落身心障碍者的努力 我们最近在募胖卡车 我们希望透过胖卡车载着我们的服务对象 到各个部落大小部落去烤鸡蛋糕 给在地的客服班的孩子们享用点心 再来就是透过到他服务对象自己的村落里面 卖鸡蛋糕 可以让村里知道说原来他会做鸡蛋糕 也大家对他有重新的认识 也会肯定他 也会提升他的自信心 白友恩基金会在南回地区服务泰马里 进风大舞达人 除了载着服务对象走出部落 同时也将物资与关怀带进部落弱势家庭 每天行驶335公里 年度可服务120位弱势朋友 而白友恩基金会以期盼社会大众能给予更多资源 一起把希望的阳光带进部落 就讲解金凤相报道